小朋友专注的作者卡片 在上面贴满喜欢的装饰 一张独一无二的出生证明卡就完成了 为了让小朋友了解护证的相关业务 台平护证事务所就举办一场护证小小兵的活动 让小朋友们亲自制作出生证明卡 带回家留下美好的纪念 我们今天的一贯过程就是让小孩子先认识我是谁 我为什么跟护证有关系 让他们自己自己从他们的资料里面自己去体验 那这个是一个护证走入基层 必须让民众了解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所以我们从这个护证小小兵我们来做起 这样子的活动让他觉得可以学到 平常到护证事务所志工都是在帮我们做什么事情 那他从这里面他也可以学到说 他之后如果说有类似的场合 他可以怎么来服务别人这样子 帮助别人 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护证 不论是出生登记 入学通知 结婚登记等等 都与护证息息相关 为了让小朋友更了解自己是谁 同时增加对护证的知识 小朋友们也趁着活动穿上背心 化身为小小之工 体验服务民众的乐趣 开玩 要做卡片 出生证明的 出生证明的卡片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让小朋友更了解自己的一些出生的状况 甚至这个机构是要来有什么 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 因为通常小朋友不太可能直接走进这种场地 然后很直接的面对面 然后甚至还可以看到自己的出生证明书 所以他们今天觉得是非常的兴奋 透过活动让小朋友知道 尽管姓名户出生日期会重复 但身份证之号却不会一样 就像每个人都是独一独二的 户证所也表示 开办体验营受到热烈的回响 未来他们也将持续推广 希望就有这样的体验 让民众收获满满 这是我的出生纪念堂 记者陈昭安台中采访报导